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预测蔡斌会用时联赛的阵容出战 继续使用王维一和倪非凡 但笔者认为王孟杰优势明显 他将搭档王维一出战 至于倪非凡很有可能会被淘汰出局 首先从王孟杰重新回归国家队来看 蔡斌对自由人位置并不放心 如果王维一和倪非凡在失联赛上的发挥 让人感到满意的话 蔡斌就不会把已经舍弃的王孟杰重新召回队中 正是因为王维一和倪非凡的不争气 才让老将王孟杰有了重新回归国家队的机会 接着王孟杰的各项技术都要比王维一倪非凡成熟 东京周期球迷对王孟杰提出了质疑 但到了失联赛结束 普遍又怀念起王孟杰 主要原因就在于对比之后才发现 王孟杰要比王维一和倪非凡出色 虽然王孟杰比不上国际上优秀的自由人 但在国内还是首居一指 通过失联赛的数据也可以看出 王孟杰在21年的一传数量 一传到位率和防守数量 都要比22年的王维一倪非凡要好 也许部分球迷会拿出一传面积 躲一传来说是 但如果一传面积大 失误高又有什么用呢 至于该谁来主接一传 自由人的一传站位如何 该接多大的面积 需要看主教练的安排 最后 王孟杰的比赛经验要比王维一和倪非凡强 世锦赛是各队争金夺银 比拼实力的时候 所以这时候需要的是实力而非潜力 王孟杰作为东京周期的主力 他对大赛的把控肯定要好于 王维一和倪非凡两位没有经验的球员 或许有人不认可王孟杰的实力 超过王维一和倪非凡 但只要三人的实力几乎一致的情况下 王孟杰也能靠着经验获得首发的位置 笔者认为会说倪非凡落选呢 原因也和经验有关 诚如上面所言 中国女排需要在世锦赛上拿到好成绩 倪非凡作为一名新人 并没有太多的大赛经验 世锦赛期间估计很难起到作用 倪非凡比较可惜的是 世锦赛期间没有获得太多的出场时间 蔡斌全程锻炼王维一 如果倪非凡在世锦赛期间 获得足够多的锻炼的话 前往世锦赛还有一定的希望 此外 倪非凡一传端的弱点也明显 世联赛打最弱的韩国一传 也接得鸡飞狗跳 遇到实力强劲的巴西 意大利估计更难以招架 一传是生命线 估计蔡斌会选择经验老道 一传实力较强的王孟杰和王维一两人 毕竟蔡斌在选择主攻时 曾给出过一传过硬的标准 想必自由人也应该是如此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